建设国家的要素,一切赠送传规安拉,忠实写得如,安拉这个无伤在古兰经中说,你说你们工作吧,真如既既设计和现实们都要看见你们的工作, 你们将被送到传职友明治那里去,而他要将你们的工作告诉你们,我见证万无非如,唯有安拉,独一无偶,我见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即七十日, 他在声宣中说,如果末日来临,你们谁手中还有数秒,如能燃起来,转他就转下他,就安拉此福于,他及其家人以及所有圣民弟子和跟随他的他们的众人, 直到报应日,耶稣教的接边缘子和为他教导旨意,就是热爱祖国和包围祖国, 并为提高他的地位,推动他的发展而工作,一个人所能够感受到的, 最大荣耀就是为自己的祖国而看到光荣和自豪,应该尽力地建设他,并为提高他的地位,推动他的发展而工作, 所有科学法的文明进步的国家的背后,都站着对自己的祖国充满爱意的人民,他们尽其全力的工作日, 也实现对其国家和民众的利益,我们亲爱的祖国埃及,值得他的人民付出更大的努力, 因为埃及是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民族调动的心脏, 它是包围民族的盾牌和炮剑,也是打击恐怖主义的盾牌和炮剑,因此包围埃及并为提高我们祖国的地位, 对动我们祖国的发展而工作,是对宗教和祖国的义务, 埃及是文明的遥连,是拥有社民的地方, 过两句中提到的埃及师,用了平安和安全来形容他, 过两句中,接下着尤苏夫日口说道, 你们平安地进埃及吧,如果按了一语, 撒拉赫丁撒发地说的多好啊, 撒拉赫丁撒发地说的多好啊, 他说, 谁看到了地球,地球上的国家, 也有各种各样的人, 而他却没有看到埃及和他的人民, 那么水就还没能看到, 很高,尽ø也没能看到人类毫无疑问地键步坚持和超越是前程民族的自豪, 尊有和他的人尊重的保障 事实上建立国家不能仅仅靠言语、冥想或愿望 而是必须用努力、汗水和牺牲积极的生命和财产来设限 同时还必须预备认识的基本要素以及进步文明的动力 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挑战的充分认识 其中最重要的是以对挑战的充分认识 对国家的价值、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分享的充分认识 需要了解我们所面临挑战的严重性 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挑战 我们就无法成功地应对这些挑战 毫无疑问 断德祖国的价值、世界是强大 强大的国家、最重要的日如日益 也是属于祖国和保护他的财富的最重要的日如日益 断德祖国的重要性就应该有任恐怖主义团体和阶段主义团体试图 关注到人们头脑中的错误观念 因为这些团体的理念都是建立在 让人们与同志者、官员之间发生冲突 对抗的 基础史上 应该注意的是 这些宗教都号召我们尊重共生连接的灵修 正如牧生所说尊重白发的穆斯林老师 学习古连经并执行古连经的人 公平的灵修 结束 穷尽安拉 共进连接的灵修 是在没有任何阴影的那一天 安拉给他们 热印的其中中一个 正如牧生所说 有其中人在没有任何阴影的那一天 安拉给他们热印 共生连接的一门目 而为了把为祖国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财产 真正的爱国如意不施 尽有 环阳教育 而是一种生活的日系 是能感受到 是能感受到祖国所面临的挑战 为他的痛苦而感到不安 为实现他的希望而感到高兴 为了他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财产 把为祖国和财产出于教法规定的 对祖国的责任 所有生活在他土地上的人们都 负有负有这种财产 爱国不仅在于 情感和情绪 还在于 要异于 个人和社会的工作和行为 因此 我们应该为了祖国的传道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财产 忠于祖国要求他的儿女们 要为自己的祖国而自豪 要团结一日来保卫他 因为祖国的滚灯是大道安拉目标 所有必须的安拉的目标 要认识众生掩饰达地 提高宗教的地位流行 宗教仪式安拉规定了圣战 是为了保卫祖国和小处不宜 因此安拉提升了为了保卫祖国而牺牲自己的 生命和财产的人的价值 正如安拉所说 安拉决于用乐园换取新生命的生命和财产 他们为安拉二战斗 他们和杀敌日国或杀身成人 那是真实的英语 记录在套拉的印制和国量群中 三、杨格阳工作做得尽善尽美 亦斯兰教提升了工作的价值 亦斯兰是工作为一种崇拜 亦是崇拜中最高的评级 亦斯兰将工作没有受为如而奋斗 亦斯兰教提升了 他正想法夺书斯兰教育 它是在为如都而工作 如果外出是为了老妹的专丁而拼搏 他是在为如都而工作 如果他外出是为了自治而无求他人,他依然是在为主导工作。 如果他外出是为了公民,为了炫耀自己,那么他是在恶魔的道路上。 宗教和爱国主义都需要努力,汗水,工作和生产,特别是我们的宗教是一个身体理性,认识工作的宗教。 认识安拉所说,他曾创造了色生一片,他考验你们所谓的作为是最有美的,他是万能的,是日式的。 又说,新的道,新道的人们啊,当距离日,绕人离北的时候,你们应当赶快去纪念安拉,放下买买。 那对于你们是更好的,如果你们知道,当离北完毕的时候,你们当散步在地方上,寻求安拉的恩惠。 你们应当多多地纪念安拉,也别你们成功。 当他们看见圣医和游戏的时候,他们离散了,他们让你独自站住。 你说在安拉那里的比游戏和圣医还好,安拉是最善的,攻击日。 但是,牧生说,任何人越对吃不到,比他亲手倒龙,比他亲手劳动所得的。 所得的更好的事物,安拉的,想着的物只有自食器里,我们强调, 伊斯兰教不仅要求我们工作,而且要求我们将各种工作。 做得尽善精美,正如安拉所说,信道而信善之,我必不是他们的。 尽善精美,正如安拉所说。 尽善精美,正如安拉所说。 牧生说,安拉的,安拉的缺,喜爱,精通,工作日,私日式和良好的管理。 尽善精美,坚持国家需要日式,转场和经验。 我们连从古连经和圣医学会发现,良知一道,强调能力,经历,经验和信誉。 尽善精美,正如古连经中,接现着尤所说。 他说,尽善精美,我管理全国的从口。 我确实一个内心的保管者,关于尽善精美的故事。 尽善精美,正如古连经中,接现至尤所阿尔的奴儿之口。 说,我的父亲啊,请你,请你雇用他,你最好雇用这个有强壮有荣实的人。 牧师曾眼里警告过 全力不能被没有能力经历经验和信誉的人们所让握 并告诉我们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属于末日来临的 他的征兆正如牧师说说 当把事情交给没有能力经历经验和信誉的人去做事 你就当代末日的来临吧 牧师把持维受于有事实和能力的人 他从不把全力都付给无能之人 致使喜庆书 喜庆其和信誉的人 阿布萨达传出他说 我说安拉的事实啊 你不能用我吗 先去用手拍拍我的肩膀 然后说阿布萨达你是一个软弱的人 传你十一种责任 在福生日他像十一种惭愧 慧庆除了对那些 尽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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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力的人 牧师曾对阿布萨达传来说 阿布萨达传啊 别要求全力 如果不 将求而得到的全力 会得到 相助的 如果通过 将求而得到全力 那是 沉重的 负担 我说了一生这些 就安拉 饶恕我和你们 一切赞颂 全归安拉 忠实也打住 我见证万物非如 唯有安拉 多以无偶 我见证 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 各位穆斯林 认识国家最重要的 知识之意 就是提升道德 和善心的价值 不建立在美好 价值观和道德基础上的 民族和文明 视觉不可能复兴的 道德 在伊斯兰教中 幼稚 很高的地位 穆斯林领导的 而得向最高的信仰评级 在复活日 他的上宫的 分量效忠 人如牧生说 在复活日 信仰的城堂中 城堂中 没有比好病的 更贵重的事物 安拉脑痕下流的人 被逼的人 有人问安拉的事实 什么事最难吃人 进天堂 事实说 建为安拉和美好的品德 美好的品德 是和联经养 增加和减少 减少的标准 人如牧生小说 人如牧生所说 信仰最完美的人 是品德最好的人 又说 你当真为安拉 我论你身出和地 一大抱怨 一大抱怨 与人往来 迎合养约死 美的会是一个人 具有美好的德行 如认识心 希望所有得到幸福 为大人提供福物 为国家和民众提供公共服务 远离自私等等 我们的宗教是建立在 无私分线的基础之上 而不是建立在自私和 与民众的基础之上 建设国家和文明的基础之一 就是共争 所以国家是在人民权利益 在国家和民众提供公平的基础之下 建立起来的 应该对国民意识同仁 认为安拉所说 安拉地区 安拉地区 门人公平 如果一个穆斯林的国家 即便它是非穆斯林国家 信仁这是表面上的 而并不正正符合建立在人里 公正和拒绝任何不宜的基础上的 以斯林的概念 主啊求您是我们的祖国国体民安 并求您领导我们的领导者 主啊求您保佑我们国家 免于敌人的敌人的阴谋 规及和做恶魔 做恶日的心